123!123!123! 小朋友跟阿公阿嬤用Switch電玩比賽運動看誰厲害 這是基隆市衛生局保健科為了鼓勵長者走出戶外 多動腦多運動 特地在仁愛國小舉辦2023高齡友善城市 瑪莉歐派對Switch祖孫電玩競賽活動 藉此讓長輩們多參加社區活動 多動腦多運動也增進祖孫以及家人之間的感情 在打電動明像我們剛才有運動到 手腳平衡還有天然就會貪到 所以我們今天是阿孫跟阿公阿嬤可以挑戰的比賽 所以我們過幾天就是9月9號同洋節 同洋節是我們說阿公阿嬤是寶貝 我阿公阿嬤都說孫才是寶貝 其實阿公阿嬤跟孫大家都是寶貝 大家互相寶貝 我們就可以探求健康 探求我們家人最希望最健康 大家都充滿愛 大家就會保護我們的健康 照顧我們的健康 衛生局這項活動也受到 基隆市議會議長通資威等人的肯定和支持 讓我們的長輩們走出來參與更多的活動 我想一個高齡化的社會需要更多的一個環境 然後通過一些活動來營造我們友善高齡 我想像我們所在的這個人愛區 是全球是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一個地方 其實各區都差不多啦 那我們也即將面臨超高齡化的社會 那我們希望衛生局還是相關的單位 都可以辦更多的活動 透過我們的環境的改造 也要讓市政府各單位共同來努力 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個身心健康的一個城市 身心健康的一個區域 那我們希望未來基隆市議會 跟大家共同來努力 也希望我們的長輩們住在基隆 是覺得開心的 好 雖然我們常常下雨 但是如果你有機會走出來 我們希望多過各個鄰里 讓我們中央也有補助 衛生局相關的預算 所以我們在各個鄰里 各個活動中心 也都有辦 很多領長都有辦相關的一些活動 讓我們的長輩可以來參與 就是走出來可以預防失智 預防失人 這次比賽總共有8隊 200多位祖孫報名參加 包括秦曾 吳華家 鄭文婷等 多位市議員都前來鼓勵加油 現場也有長輩的舞蹈表演 以及健康操等活動 電玩競賽比賽結果 或則是由信義區 Hory健康秋海海隊獲得冠軍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 보니까提供消防 公司 健康 萬 Peterson 多啊 這邊 infin